作词-titled by 李宗盛 你这是我的女孩 你是世界最可爱 给你最真的告白 反省我全部的爱 你这是我的女孩 你是心里小可爱 你这是我的 我的期待 for everyone in my mind 你是可爱的pity girl 我正想牵着你的手 抱歉请个鞋头多手 歌词想破了头 但无法在心中 Hey girl 我的话不荒谬 看你开心就足够 我正想跟你说一句 I love you so 发生爱心 你这是我的女孩 你是世界最可爱 给你最真的告白 发生我全部的爱 你这是我的女孩 你是心里小可爱 你这是我的 我的期待 for everyone in my mind 我喜欢的你看 我是迷眼傻笑 我喜欢的女孩 就是想要睡觉 我喜欢的你快 给我你的拥抱 我喜欢那个你 因为是你 怎么都可以 你曾经对我说过 我们是天生的一对 你是无论如何 我们都要在一起的 我们克服了那么多困难 我又好不容易再把你找到 可是你却说 你已经没有爱我的感觉了 你一定是十一还没有恢复 对不对 为什麽 为什麽 为什麽我们就走到了這一步 为什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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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 为什麽 为什麽 吨 为什麽 吨 命 哪儿不对你说嘛 我又不是薛龙头 我跟你说 你知道吗 我二舅跟我说的 说她那个金主 给她拿下了三部电影的女主角 但是 她这个演技吧 演什么赔什么 美则美矣 了则未了 双目无神 纵有花容月色之毛 又怎能让人心动呢 双双 你不愧是个文化人 骂人都骂得这么优美 不过她双目无神 是因为她戴老大美瞳 你先把美瞳给扣下来啊 不要 不要摘我的美瞳 摘不摘啊 不摘 不摘我把你戏都删了啊 不要 启超老师 启超老师 男神 你是来找我三舅的吗 好 男神你不用说 我懂 我帮你叫 三舅 这是宋启哥 最近见了所有人的资料 尤老师 盒饭来了 你知道盒饭多没营养吗 之前在剧组 你不都吃了盒饭吗 那是之前 打开 好香啊 尤老师 食材有限 还没发挥出我的全部水平 那我开始吃了啊 我开始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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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吃啊 不吃 控制身材 真的很香的 吃一点没事的 我说了不吃就是不吃 我是一个有职业操守的人 给游戏捐款 我需要别人捐款 姐妹们 抓紧给男神捐款吧 男神已经开始用杀债机了 怪不得游戏最近什么假冒伪劣 产品的代言都接了 原来是缺钱的呀 大家好 我是游戏 我坐飞机到洛杉矶拍机的时候 因为遇到雷暴天气 飞机被迫降落在 埃塞尔比亚机场 我想想没开机 吃不了饭 你们谁能给我展昭五千块 我必定十倍奉还 我在银行赶快 山寨机 约前后吗 怎么了 佑老师 你用什么发的微博 手机啊 你老板多少身家你知道吗 我确实不知道你有多少身家 你还敢顶嘴 我会用这种山寨机发余博吗 对不起 佑老师 那我现在就把微博删掉 现在删掉有什么用 粉丝的卷款都快到账了 那我让大壮哥发声明啊 你 六长一级一字 今后的日子里 就算没有你 我也会笑着活下去 把我们的孩子 养大成人 那那是谁啊 穿班啦 谁是宇宙第一帅 是我 你给自己取名叫 宇宙第一帅啊 难道不是吗 拿着 以后用这个 佑老师 我不能拿你的礼物 谁说这是礼物了 这是工作机 以后发回博用的 你也买了新手机啊 我的旧了 你不是才用了半个月吗 第二部半价我就买了 有什么问题吗 没问题 对了 今天晚上 KTV庆祝杀青 导演让你一定去 你来 我来 我来 一句话 一杯 一杯 一声香气 一杯酒 你给我的名单 我一个一个去查过了 终于找到了清凉一下 这个皮包公司的 实质控制人 但是没有足够的证据 证明它跟电视信 有直接的关系 这件事情 我自有办法 二九五三九 都得到了 你进去喝酒啊 不是 你 瑶瑶也在里面 不要喝多了 什么 干杯 来 游戏 你怎么才来啊 等了你一个晚上 要不要一起唱歌 不唱 要不要一起喝酒 不喝 不喝算了 来 来 走 回家 来 坚持住 把嘴巴给我逼好了 你怎么这么凶 为什么对我这么凶 其实我也不是故意凶你的 你以前 对我很温柔 很温柔的 以前 天秋 别 别 别别别别 不 浑深沫沫 玉石嬷嬷 你是干吗 你吐了 别提多恶心啊 脸红了 瑶瑶 你看清楚我是谁了吗 尤老师 你终于叫对我名字了 混音 坚持住 把紫围给我闭好了 你怎么这么凶 其实我也不是故意修你的 别别别别别 朵朵 朵朵你怎么在这儿 昨天晚上凌晨两点多的时候 我才就给我打电话 然后过来给你洗澡换衣服 结果我实在太快了 我倒在睡着了 我昨天晚上醉得厉害吗 什么叫厉害吗 那是相当厉害啊 你喝多了就跟变了身似的 拉着我散就又唱又跳 然后还吐了一滴 场面那叫一个令人叹为观止 把我三舅的嘴都给气歪了 瑶瑶 没看出来你喝多了 这么深藏不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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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嗶 就不渺了 真是眼神 导的 很冷 你干嘛这么 尤老师 昨天晚上 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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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丹 他跟我做完的事了 丢死人了 我俩没人接人了 弄脏了尤老师的衣服 我不会永世被列入尤老师的黑名单吧 冷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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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木头 我们都是成年人 接个吻而已吧 没什么大不了的 看样子 尤老师好像很生气 要不 让他自己冷静一下 小木头 我会对你负责的 疯了疯了 是什么责呀 哎呀 算了 该来的迟早回来 不带怕的 冲 我没有话跟你说 不用客气跟你说 我有话跟你说 不用客气跟你说 昨晚 你先说 先说 说吧 你想怎么处理 尤老师 你想怎么处理 我都没有意见 什么叫做 我想怎么处理 你都没有意见 你不说 我怎么知道你是怎么想的 我是怎么想的不重要 尤老师 你想辞退我吗 你想辞职啊 我干吗辞退你啊 因为 我昨天 吐到你的身上了 看来他什么都不记得了 对 何止是吐在我身上了 你还把我家搞得一团脏 害我折腾一晚上 那我现在就去收拾东西 坐下 你就这么走了 话还没说完呢 是我昨天 还做了什么别的事情吗 真的 想不起来发生什么了吗 不记得了 还是好 没事没事 你老板大人有大量 不跟你计较了 等一下 我好像想起来了 昨天我喝多了躺在那儿 然后有老师把我扶起来 然后 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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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不起来就别想了嘛 不行 有则改之无则加免 我要知道自己哪儿错了才能改正 然后 然后 然后你把我家地毯咬了个大洞 我 好 余老师 你说这个是我咬的 你的意思是我冤枉你了 我告诉你 这可是我妈从一朗给我带回来的 你自己说吧 怎么陪 我没说要陪你 这个一看就是捡的 行了别说了 这件事就这样子 我都看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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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 你居然 我叫我了 三舅 好饿啊 那我帮你做点饭去吧 乐乐 嗯 回家吃饭去 三舅 你做饭好吃 我想请你做的 不做 那我告诉二舅 说你虐待外生女儿 随便 那我先告诉瑶瑶 说 你用她送你的词典 点屁股 你就吃吧 吃着把你吃这个大胖子 三舅 咬咬咬给你的字典 多吃点 多吃点 能吃吃福吗 又怎么了 三舅 三舅 男神是不是不太喜欢丰满的女生 还不喜欢 那就好 瘦得她也不喜欢 那她喜欢什么样了 她压根据不喜欢女孩子 我 我的意思是 你这种恋爱经验为零 连初吻都还在的 她嫌你幼稚 谁说我初吻还在 你二舅可把你从穿开刀服开始的事都跟我说了一遍 我二舅根本什么都不了解 啥也不是 是 那你说说 初吻给谁了 小雪 这人三年级的时候 那个 我的同班同学 你这还在 初吻还在怎么啦 瑶瑶初吻肯定也在 人家是有过男朋友的 跟你可不是一头的 你谈了两年恋爱 你谈了两年恋爱 连初吻都还在 你看你看 我就说吧 她初吻果然还在 你这算谈的哪门子恋爱啊 那你的初吻是准备留给哪个男 好 我来拖她 小朋友 你小学几年级了 初吻都也写完了嘛 我怀疑这是我前男友发的帖 长得好看才算渣男 你发妆自拍看看 我发了吓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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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老师 有什么事吗 好 你看这个帖子 是不是很好笑 你怎么看这种帖子啊 我 我看这个渣男 太欠骂了 这也不算是渣男吧 顶多就是懦夫 但小鬼 夺走了女孩的初吻 却只敢在网上发帖 她的生活一定很可悲 她根本就不知道 初吻对于一个女孩来说 意味着什么 对 我才不是渣男 不是个初吻吗 我就是认了 小ores 跟那 主持人说 哪看 你 尤老师 其实 其实什么 其实什么 御时睦睦 其实 三舅 其实什么呀 怎么哪儿都有你啊 三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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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说吧 你放心 我保证帮你保守秘密 三舅 说什么说 其实什么 说旺就旺 不稳气有这么差 三舅 你干嘛 三舅 你今天怎么有点怪怪的呀 你是不是有什么困扰 没有 其实吧 这个男人呢 他如果有心事 千万不要憋在心里 你可以找你最好的朋友 我的男神 齐超 聊一下 对呀 好 三舅 好 找男神吗 带我一杯啊 你干嘛穿这件 你干嘛穿这件 为什么来这儿 不去我家说 你可别跟我提了 潘多拉一路跟着我呢 所以才找了这个隐蔽的地方 现在指不定啊 在你家门口蹲着呢 本店特色情侣套餐 谢谢 二位请慢用 情侣套餐 我们这两个人 不点情侣套餐 点亲子套餐 不认识 那凭什么你是绿的 我是粉的 我没吃过这口味 让我试试吧 有什么事 说吧 让我思考思考 怎么跟你说了 现在不说 以后是 对对对 坐坐坐 我说我说 其实呢 那也不是什么大事 就是我 我一个朋友 不小心 把他 秘书给亲了 怎么个不小心发 这你别管 就他秘书喝多了 全忘了 重点 重点是 好死不死 那是他秘书的初误啊 虽说我朋友 是要对他负责的 那就告诉他 告诉他 多没面子 那就不说 不说的话 他整天跟个没事人一样 那他无火呀 那就说互相伤害 说的话 他把我朋友当成电台 那怎么办 那就不说 别扯进去回答我问题 到底说还是不说啊 也不给我实质性的回答 不知道 清歌王子 偶像剧小王子 我那些偶像剧 根本就没有实质参考价值 我的清歌也不涉及职场性骚扰 这这这 我说是什么职场性骚扰的 要是性骚扰也是他骚扰我 我朋友 而且 我那朋友长得帅气高大的 哪需要骚扰别人 你朋友是不是喜欢他呀 喜欢他 这不可能 怎么办 聪明人 从来都不轻易说不可 那 我怎么才能知道 我朋友是不是喜欢他呀 你偶像剧都白眼了 总是时不时地偷看他 看到他受伤 会紧张 看到他受伤 会紧张 看到他受伤 会紧张 这么回事 我也不知道 跟他有身体接触的时候 会心跳加速 慢慢喜欢上 他喜欢你 什么鬼玩意儿 什么鬼玩意儿 不对 这条不对 难道我朋友不喜欢他 四条中了三条 八却不离十了 你这方法科学吗 不科学 但精准 我累了 我要回家了 你在哪儿 最后一个问题 假如 我是说假如 我朋友 如果又要向他秘书坦然 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他该怎么开口 我给你个建议啊 在你告诉他 自己被夺走初吻的时候 最好让他提前做好行李准备 不然 你说呀 说了什么 后果很严重 我走了 我走了 拜拜 拜拜 你贴个吻而已嘛 没什么大不了的 玉石木木 做人正有探索精神 总要迈出人生的第一步嘛 有事吗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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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着刀干嘛 我在修鲜笔 巧了 我刚好想修苹果 找不到豆 看书看这么久 累了吧 我不累啊 怎么可能 你肯定累了 走走走 好 我们看电视 既然已经分手了 又何必练练不舍 练练不舍的只有我吗 你就一点也不想我吗 想又如何 我们的感情 从一开始就是错的 既然错都错了 那就一直错下去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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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感想吗 我觉得这场戏你演得不错 台词都念对了 情绪也很到位 我指的不是这方面 你看 有的时候男人和女人之间接吻 也是件很正常的事 这一点都不正常 那 哪里不正常了 这是一种海神圣的契约 恰如古时恋人护旁梅子 赠红豆之举 而这种契约一旦形成 两个人必须死生气阔 只此至首与此息老 直到死为止都永不分开 我逗你玩了 佑老师 我不太这么开玩笑的 我去开门 嗯 你们小祖宗我出大事了 麻烦你电话也不接 大壮哥 怎么了 你们也不自己刷刷微博 我 我孙子就是用了这个花露水 脸 手 全过敏了 你说怎么办吧 游戏所代言花露水至多人 出现严重过敏 让你遇到我 都肯定了 我看你自己的优优医 有参加热水至多人 有参加热水至多人 便做了 而是成功的 时间那么大 你一句情话就让我融化 看你再不知这小小的茶 满意的幸福快要闯不下 春秋的雪花 冬夏的温差都变得如画 暖碎一些日落色的牵挂 有什么理由不珍惜当下 我会陪着你当你泛起了泪光 我会冲着你不让你红花了妆 我会牵着你去你相聚的任何地方 你是我的女人 我要你当我一辈子的女神 静静的夜里轻轻为你颠倒 我的怀抱负责让你睡得安稳 我是你的男人 我会照顾着你做到一百分 默默追寻你心中完美剧本 是你让一切变得可能 让爱完整 让爱完整